大家好,我是岳路平,欢迎大家来到Steam Again留人返校日第二季的1.37 我们接着聊世界进入冰与火之歌模式 我们上一集已经聊到了在封王川普以及蓬佩奥的这个逼迫之下 其他六王要纷纷表态,做选边站 你到底是站在封王这边,还是站在中国那边 你中间没有模糊地带 那么像作为英国的这么一家银行,汇丰银行就非常吃力了 现在大家都在观察这个花旗银行 还有日本的香港的银行怎么表态呢 他们都很紧张,迪斯尼也很紧张 因为被美国的司法部长敲打了 那这个中央电视台也开始停止转播英超 在22号之前已经执行了 因为当天的这个英超就没有转播 那现在就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迹象 随着这个中美关系和中英关系的恶化 那现在大家注意看啊 包括中加关系 中加中美中英关系都在恶化 那么就会出现了各种禁令秀 我把它叫禁令秀 为什么叫秀呢 因为很多的国家都是对于封王是叫什么 叫陪你玩到11月3号 看你选不选得上 大家都认为川普就算 如果是拜登上 那 大概率的这个 中美中加中英关系会走回正轨 华为的政策会改变 搞不好孟晚舟就会被释放 但是就算是川普选得上 那么他也不一定会表现得出 这四个月 就是这个月七月非常剧烈啊 八月九月十月 他会他会搞很多的 他会搞很多的事情 大家都认为他搞这件事情都是中意秀 都是选举秀 是这个班农的这么一个天启四骑士的这种 把蓬佩奥说中国是弗兰肯斯坦的这么一种 冰与火之歌的修辞 用圣经来感召他的选民和基本盘的红舟 因为红舟的基本盘都是乡下人的悲歌 他们喜欢看圣经 喜欢看漫威 喜欢看这种末日启示录 对吧 他们他们是受这种宗教情怀感召的 所以班农诉诸这个天启末日四骑士 这个圣经启示录的这个这个桥段和梗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 很多人可能是陪川普在演戏 如果我们说到目前为止 这个六七王啊 蜂王之外有另外六王 英王 在这个当然不是英王啊 我们就是做一个比喻啊 就是约翰逊首相 看起来是比较真心的 现在他演的比较像 特鲁多看起来也是蛮真心的 你们看啊 这个约翰逊 特鲁多啊 这些人啊 他们平时其实有时候也跟川普 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但是他们都是属于他们的内部矛盾 但他们一致对外了之后 你看至少是 现在是演的是蛮像那么回事的 他们的这个禁令就包括几类禁令啊 第一类就是最硬最刚的这个 就是华为禁令 高科技禁令 它是一个战略级的禁令 他认为在中国 华为已经在5G上面领先他们了 那么他们的对手 诺基亚和爱立逊 不但技术弱而且卖的贵 另外呢 华为加诺基亚加爱立逊 就占了5G这个市场的80%了 你也没得选 你只能选爱立逊和诺基亚 有英国指望着日本 也也也来提供一下这个 能不能替代华为 日本只占1%的市场 在5G上面 日本也没办法 那三星更没戏了 对吧 所以呢 现在呢 在华为上面是这个科技禁令 另外呢 就是工作签证禁令 这个也非常 很非常痛 川普呢 是连续出招 从军民融合禁令 到52万的这个工作签证禁令 到100万人受影响的留学生禁令 那么虽然说加拿大和这个 英国没有那么严厉 但是他们都在调整 他们下的统一口径 就是说他们 这个 欢迎理工科的人才 但是英国的口气就是说 我欢迎的是 我英联邦的 之前殖民地的人才 比如印度的工程师 我们要减少 我们一方面延长工作签证的 这个时间 从两年到 有可能会到四年 但是我们要减少 对中国理工科人才的依赖 那加拿大不一样 加拿大呢 加拿大有特殊性 加拿大它不太可能去 对中国人不友好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 过去我们都知道 唐人街唐人街 就是说 华人在早期 去修铁路的时候 都是广东潮州人 那么福建人 去找第一波的这个华人 那个是 开餐厅啊 开洗衣店啊 开中医啊 按摩店啊 那种华人 那一类的早期的第一波移民 那么 加拿大就代表着 它已经不是唐人街了 它唐人城了 但虽然说加拿大人会 会调侃着 我我住在蒙村 蒙特利尔 就看起来像是个大乡村 我住在温村的温哥华 我住在多村 多村好像没有这么说了 就是 但是 毕竟也是个大城市 对吧 那里面华人太多了 很多社区 压根就不需要 有英文标牌 你平常的超市里面 餐厅全是中国人 你甚至不懂英文 一点都没有问题 所以 加拿大做政策的时候 它不可能 像 它不可能 对华人如此的不友好 但是它 而且它这个加拿大 它BC省 萨省 还有什么 魁北克 它是不一样的 魁北克是法语区 魁北克本身 对于中国的移民 就有点不友好 为什么 它对法语有要求 因为它是法语区 对吧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 双语教学 以英语为主 中英双语 中法双语的也有 但是是少数 所以很多 它是比较劝退型 对中国人 但是蒙特利尔 还是住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 所以 加拿大它目前推 就七月份 它推出了一个 七月 就是五天以前 七月二十二号实施的 这个叫 PEQ 新证 所谓的PEQ 就是经验签证 经验签证 意思就是说 它 就是你要在 加拿大的工作的经验 足够到了一个时间节点 时间段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 永居权等等的 其他的权利 所以他基本上叫 就工作签证 那么他这个工作签证 也在修改 但是其实跟 封王的逼迫的关系 不是特别的直接 因为大家都知道 魁北克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有性格的 一个地区嘛 它是一个法语区 它本来老是要闹独立 对吧 因为 这个是一个历史了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魁北克 为什么是一个法语区 因为本身 它最早就是 法国的殖民地 后来是输给了英国了之后 又后来又受到战争的影响 又妥协 又保留他们的这个 法语的这个地位啊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总而言之 魁北克 就是加拿大 它是一个 马赛克式的社会 它每个城市 它执行的法案 都是有它自己的特殊性的 所以魁北克 它最近也有一个事情 对于这个留学生和移民 影响比较大 就是这个PEQ政策 但是它 它跟这个 封王的这个 强迫 他的盟友 做选边站这个事的 相关性不是特别大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想很多我的听众 也可能你们本身就在加拿大 或者你们的家属在加拿大 对吧 PEQ这个引起 这个新政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它它都主要的争议 有很多的细节啊 我觉得比较重点的 就是强调了法语语言能力 那这个就劝对中国 在这个留学生和移民 劝退性就比较高了 就是因为中国 以中文为母语的申请人来说 你要用法语来卡我们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你要通过这个语言观 那真的很难 除非你到BC省 那那那是英语区 对吧 而且它除了这个法语能力提升之后呢 还有进一步的增加了申请人的 全职工作经验的要求 因为它本来就叫工作经验签证嘛 尤其是完成了职业教育项目的申请人 他需要在申请PEQ前的36个月 就三年内 至少全职工作18个月 就一年半 这个是比原来要严厉的多 还要注意的是 所有留学生若想毕业后留在加拿大工作 必须向加拿大移民局申请毕业后公签 他毕业后的公签的长度取决于申请人的教育项目 而获取18个 获取18个这个月的毕业后公签 则意味着申请人的职业教育项目不少于18个月 对这个具体的政策我觉得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 我在这里就不详细的去去阅读了 因为我也是根据我准备的材料给大家做一下分享 现在是一个乱世 有的政策它跟这个疫情有关 跟美国和中美关系的这个恶化有关 有先也是没有关的 有先又产生了叠加效应 好 然后呢 我们来接下来来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澳大利亚很配合 对吧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德王 就德国首相默克尔 默克尔呢 很特殊 现在大家都批判 默克尔是接下来要观察 蜂王的这个冰与火之歌模式的最大的一场戏 就在梅克尔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 川普的这个盟友当中 就是梅克尔是最模拟两可的 但批评者一般会攻击他 说他其实是一个 长期对中国非常友好 最重要的实际上是 德国的汽车制造业 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 当然了 你说美国没有利益 美国也有利益啊 迪斯尼不是有利益吗 肯德基麦当劳 当然肯德基麦当劳很多 已经被中粮啊什么的 马云收购了 对吧 还有这个 纳特迪斯尼 环球影城 苹果 这不都是美国利益吗 但是现在美国在敲打这些利益 包括马斯克 你在上海普通游厂 你也要在德州开厂 对吧 台积电 你不能再给华为供芯片 台积电 你要来凤凰城 对吧 美国是比较狠的 但是英国 汇丰银行 你要表态 还有花旗银行 你要表态 日本在香港的银行 你要表态 那德国也有利益 德国主要是汽车制造业 但现在德国的很多默克尔的批评者 就是那些德国的政客 已经在开始批评默克尔说 对于国家 所谓的德国国家利益来说 汽车制造业的利益是一个更小的利益 他们正在批评默克尔 在华为5G 这个态度上面表现暧昧 就到目前为止 只有默克尔 是比较表里如一的 就没有陪这个疯王去演这场戏 至少目前还没有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观察他 为什么在观察他呢 而且因为默克尔的表态 不光是代表德国 而且他现在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他也在某种程度上面 代表着这个欧盟的意见 欧洲有一个整体的政策 他这个整体的政策 就是说在5G上面 我们的招标 就是供应商应该多元化 这个是一个措辞非常暧昧的 所谓的多元化就是说 除了华为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要 要让爱立逊和诺基亚要进来 就所谓的多元化 但这个多元化 多元到什么程度 日本进不进来 三星 对吧 但三星不行 对吧 日本有一点点份额 但日本很弱 主要是华为 诺基亚 爱立逊 你如何在所谓的国家安全 和这个华为技术 5G技术之间做平衡 现在梅克尔的压力非常之大 因为梅克尔他现在 只有一年时间 他就要卸任了 所以他 看他怎么表态了 为什么大家都把焦点 注意在他的身上呢 大家都忽略了另外一个 跟川普也不太友好的 马克龙 台湾叫马克宏 对吧 这位被认为是硕国仅存的 这个偏左的 这个法国的领导人 那马克宏呢 他其实已经表态了 他表态的就是说 他基本上可能会 站在美国这一边 但是他设下的期限 大家注意啊 非常有意思 就是法国人呢 他没有英国和美国人 那么的直率 他做的任何事情 都充满着这个 这个设计性 逻辑性 非常缜密 比如说华为说我在 这个英国说 我在2027年的时候 要让华为的产品 在英国下降到零 那马克龙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是2028年的时候 我们设定一个期限 叫2028年 意思就是我们跟华为 其实已经签了一些协议了 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就不签了 或者说 之前本来给8年的许可证 我们给诺基亚和艾利逊 8年的许可证 但是我们给华为 只给3年或者5年的许可证 你看这里面都有很多的 微妙的变化 但是呢 我为什么 而且那我的这个政策的执行 可能要推到明年执行 为什么叫明年执行 不用到等到明年 今年年底就可以 可以改变政策了 为什么呢 11月3号川普就选完了 等到这 川普的这个大数据 天启四骑士启示录 大数据选举 综艺秀 在11月3号就 就大结局了 无论是谁上台 法国都 马上就可以调整政策 所以法国给自己的这个5G政策 华为的这个政策 给了非常多的这个回旋余地 所以法国是一个非常非常 聪明智慧 你也可以说他比较狡猾 他是绝绝对对的 我认为他是对于封王的这个选举秀 逼着这个美国盟友 做选边站的过程当中 最洋风阴危 最有心机的一个领导人 但梅克尔现在还没有表态 对吧 没有清晰表态 但是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注意 看这两天有一个相互矛盾的新闻 相互矛盾的新闻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7月23号 法国的BFM电视台就报导称 到2028年华为将在法国电信网络中被取缔 这听起来比较狠 这听起来比较狠就跟英国说2027年 让华为的产品在英国变成零 差不多啊 但是呢 为什么说他矛盾呢 因为7月21号就是两天之前 第七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当中 法国的经济和财政部长 勒梅尔 他的表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两天前的表态 两天后的表态刚好是相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法国的经济和财政部长 勒梅尔表示说 法国重视发展高质量的法中关系 不会禁止华为再发投资5G 他说他已经在20号向中国有关部门 重申了法国的立场 他还强调 法国对华为没有全面禁令 但敏感地点将受到保护 我们不会禁止华为投资5G 同时也会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 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了 为什么这个财政和经济部长 和就是一个礼拜以前 就是20号 20号23号的表态 和这个最新的这个法国的电视台 透露出了这个新的2028年的这个禁令 为什么会有相互冲突的地方 其实说到底也不冲突 因为这个部长 经济和财政部长 他他说他没有禁止 全面禁止华为 但是他也强调了所谓的国家安全 但是他里面是有很多的 这个技术性的措辞的 他就说我在敏感地点将会受到保护 对吧 那么同时呢 而且现在法国说的2028年 他里面也有这个 很多的技巧 他叫逐步退出华为 就是让华为从法国移动 网络供应商当中逐步退出 这个怎么逐步呢 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 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接受法国的回声报采访的时候 就表示运营商的设备 就包括华为的设备 包括诺基亚艾利胜的设备 它需要持有3到8年的许可证 但是华为的授权大部分是3到5年 但艾利胜和诺基亚的设备 大部分都得到了8年的许可证 那什么3年5年8年这些技巧 这些都是有弹性的 这都取决于11月3号 这场大型中艺秀选举天起 四骑士综艺秀 落幕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大家拭目以看吧 是意大利啊 说到意大利 刚才已经说到 我觉得这个德国 德国法国 是比较阳风阴违的 你也可以说他们是利益的精算师 也可以说他们在传统上面 他们其实本身默克尔 他也是一个 一个中间偏左吧 或者他也是一个比较偏左 包括马克龙 对吧 他本身跟川普这些 这些福音教派式的这种 他本身在他们西方内部 本身也是政治光谱当中 他们也不是一伙的 但是在一个 在一个他们咄咄逼人的 这个选边站的这个强迫之下 他也不得不做一些表态 那意大利 意大利呢 之前已经宣布了 在意大利和巴西建设的 这个5G设备 采购招标案 排除华为 意大利好像 意大利大家也不怎么 关注意大利的表态 那么意大利在7月15号 收到美国施压 要求选边的表态 就是那个蓬佩奥 不是一直在欧洲做游说吗 对吧 所以现在 我比较关注的是这些 中间地带 所谓的第三空间 就是有些 有些国家会坚定的 站在这个 蜂王的这边 配合他演这场综艺秀 但是有些想摸您两可 但是蓬佩奥 就不让你摸您两可 他发表了 就是说 现在 他 他首先 认为尼克松的 对中国的接触政策 失败了 而且以前 对于中国的很多的事情 他都认为是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甚至他会认为 在过去40年以来 美国在做很多政策的时候 是被中国带风向 带节奏的 就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中国不高兴 他们美国就会妥协 就会听中国的 但是现在呢 他们认为 美国的政策 要变得越来越清晰化 所谓的清晰化 就是说 我越来越没有 中间的灰度空间 越来越不让你在中间空间 混水摸雨 你想两头吃 除非你是伊隆马斯克 对吧 我们说过了 他是一个高维度的 这个星际企业家 他不是一个国际企业家 那除了这传统的 这个六王 就我们说的工业七国 法国 德国 英国 加拿大 日本 对吧 那么其他的 还有东南亚 大家注意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中间地带 因为东南亚在地缘上面 那离中国就更近了 那么华为现在在 他他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 孟晚舟案也没有什么改变 那么这个康明凯 这个压力 这张牌 小土豆也不买单 然后现在汇丰银行 这个施压呢 那看英国怎么表态 对吧 那所以说呢 现在孟晚舟案呢 依然不容乐观 那么华为现在压力也越来越大 而且台积电也不 也要不供 断供了 断供芯片给华为了 那么华为现在呢 除了在英国受挫 在法国受挫 在意大利受挫 那么他在东南亚现在也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因为新加坡和越南 这些传统上面 也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李光耀 新加坡之父 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新加坡认同 虽然说以华人人口占基数比较大 但是有的学者认为 其实 有的名嘴认为 其实李光耀也是一个 伟小宝式的人物 什么叫伟小宝式的人物 就是说左右逢源嘛 天地会和康熙皇帝两头吃 既跟康熙玩 也跟陈建南玩 对吧 那么同 那为什么这李光耀是这样的 一个一个人物呢 因为他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他两头吃 但在关键的时刻呢 他搞不好他会更亲美国 他毕竟也是英国的前殖民地 对吧 所以呢 现在新加坡和越南 感觉上面 他们选择跟欧洲的电信业者 合作5G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那么显示华为遭到英美封杀后呢 在东南亚的布局也面临新的挑战 新加坡电信公司 他们现在也表示了选择爱立信和诺基亚 这些欧洲电信业者成为5G的发展伙伴 预计明年1月推出5G服务 那么这意味着华为失去参与新加坡5G网络的关键角色 尽管新加坡政府强调 这个不是因为拒绝华为 但是这个信号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所以我 当然这个 东南亚这个部分 我们再往旁边再走一点 就是印度 那么印度大家都知道了 前段时间中印冲突了之后呢 现在中印关系也没有好转 印度也计划把中国电信业者排除在5G的这个计划指导 之外 因为两国6月份爆发了边境冲突 印度也宣布了禁用抖音和微信这些APP 我昨天看到了消息说微信已经 给印度 发出了清晰的信号 就是说微信号应该已经停止了在印度的这个服务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 这个两期 大概就先聊到这里 那么相关的这个事态我们要继续追踪下去 我们也像追剧一样去追这个疯王川普的这场戏 就是现在班农回国之后呢 世界正在进入冰与火之歌模式 已经进入了这个弗兰肯斯坦的这个模式 这个这个系码 已经进入了天启四骑士的这个系码 那么在疯王川普的逼迫下 我们来看一看其他六王怎么表态 我们密切地继续关注特鲁多小土豆 小土豆现在也是官司产生 大家也知道他的这个V公司是一个慈善组织 负责审核这个志愿者的这个提供公益 公益服务的这个时间来决定他 他的一些福利对吧 那么特鲁多被认为有输送利益的嫌疑 他现在也官司产生 包括最关心的实际上是 接下来的是默克尔 梅克尔到底会怎么表态 这个也是跟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这个分享 友人们下期见